作为全球军事力量,排名前三的中美俄三个大国,都有属于自己的战略和打击力量,其中战略弹道导弹是最常见的一种打击武器。 弹道导弹,按照射程可以分为近程弹道导弹,中程弹道导弹,以及远程弹道导弹,远程弹道导弹,又趁洲际弹道导弹,是战略和力量与和三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通常情况下,洲际导弹的射程在8000公里以上,由于这种武器具备极强的战略和威射能力,因此目前世界范围那时有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。 其中中美俄三国拥有数量较多,首先来看看美国,美国并没有独立的战略导弹部队,负责核打击的势力属于空军司令部的导弹连队,由总统亲自指挥。 而目前美国只保留了一种洲际导弹,即迷兵三型,采用三级固体燃料推进,期设成为1.3万公里。 按照2011年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,美国已将核弹头数量控制在1550个以内,运带工具数量控制在700件以内,其中灭兵三型洲际导弹数量为450枚。 俄罗斯几乎全部继承了苏联战略火箭军的核打击力量,拥有导弹数量规模也十分庞大。 2017年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谢尔盖恰拉恰耶夫对外宣称,目前俄军拥有约400枚洲际弹的导弹,这一数量与完全符合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规定。 俄罗斯的洲际导弹也面临着更新化大,包括萨尔玛特战,那个新型导弹曝光后,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如虎坚异,那么中国洲际导弹数量是多少呢? 相比经历过军备竞赛的美俄导弹部队,我国火箭军就显得十分神秘了,许多导弹资料并不公开。 根据美国专家推断,我国洲际导弹数量为80枚左右。 这一数据有些令人难以置信,不过随着东风41极将服役,我国战略和威慑能力会要显著提高,这80枚洲际导弹,足以满足后反击的需要。 我给大家看。 感谢观看